今天我们知道 很多资金都跑到传产了 那明天会不会再回流到电子 回流到台积电身上 整个资金会不会再度出现大农业 我告诉大家逃不过如来火 就是联总会的首掌心 所以我认为台积电这么好的财报 冲起来停了 因为大环境我解释给 那资金不会再回到电子吗 应该趋势主流开始变天了 就从这个地方 昨天因为艾斯摩 第一时间跟各位掌握 他的财报不好 所以惠半是跌了3% 灌破了这道的季线 惠半是去年11月来 首度的跌破季线 那大盘不管是美股或台股 都是从去年的10月落底 11月这涨了5个月 开始变化 再过来看一下 罗素2000跌1% 还灌破了半年线 我们讲那个AI 我们不是会打投资很多小股吗 是 有一家公司叫做C3AI的 那个做AI的软体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C3AI的那个股价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档 你看光这个波段 AI还是好 38块已经跌到20块 腰斩 所以台湾的那些的那个小股 那个最后的结局已经知道 现在就看怎么撑 所以我现在给各位看五个现象 现在人的主流在变天 第一个 今天是COVID-19以来 这四年来第一次 由船产带动大盘去翻红 今天大盘本来跌150几点 台积电的标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大盘是在10点左右 翻起来翻红 但是半导体的话 你看10点半你才上来 但收盘又跌 这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电机就重电的 占比是19.8 比半导体的18.8更大 这第二个现象 第三个 营件今年涨27% 比电子的18%多了快10% 为什么 因为很多是高股息的 那个高值率的股票 中钢的价位像二几块 是当时一万点的这个价位 所以钢铁起来 再过来炒作的情况 你知道今天涨第一名的是银件 第二名是电缆 电线电缆 各自有七档收出了涨停 也就涨停密集度最高的 是落在这两个 所以这五大现象 就告诉我们一个趋势 连台积电恐怕都没办法改变 那个主流 那个趋势已经形成了 对 趋势已经形成了 好 我们先插播一下 现在是下午的2点54分 期货盘已经开盘了 我们先来看期货盘 怎么样反映台积电的法说会 那么期货盘 在刚刚稍早的盘前盘 是开涨了82几点 目前是涨35点 所以台举期目前的期货盘 仍然是力度来解读 但并没有出现激情演出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开评 所以对整个台积电 以及台积电们 你对他明天的股价 做什么样的期待 我觉得不会看差 尤其是台积电 他之前大GPG有个消息 为什么的回答来的时候 那个GPG他用4奈米 因为他3奈米被苹果包走了 就像阿芬萨刚才也有提到 因为3奈米很多 我们粮率是超越三星 所以他真的爆发是在第二季 所以第一季看起来 一出来 大家一想他台积电是这样 台积电他不会随便说 先提高资本株再下降 他就是比较保守稳稳的 可是他搞不好不够的时候 他随时不用等他法朔 他去年曾经有一次突然 突然调高资本质 对所以我根本都不担心 那好 现在大家已经有困扰 我选股 我到底要选台积电 还是台积电们 还是要选什么 其实今天盘中 船长会什么强 还是要选船长 都跟政策有关 我告诉各位 你不要以为说 银件是什么大牛股 中工是十二点以后才涨 今天一大早就什么 立期日盛生都是水资源 都跟520有关系 都跟缺水缺电有关系 可是大家一定会说 那我到底要怎么选 来 我狡猾一点好不好 我今天如果告诉你 有一档股票 它是台湾未来缺水缺电 不可或缺的 又跟台积电也有息息相关 那你这样不是面面俱到吗 台积电涨台积电概念股 我可以受惠 然后今天涨到这种 政策股我也会受惠 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 那个每个厂商 他难道会去华城 会去什么中心店 买一个变压器 放在厂商里面 或是他去买了一大堆电缆 有用吗 今天四天跳 两天跳电四次 跳电就是跳电了 我们一般人 比如说今天台电通知你限电 我们家里拿到限电 我们只能等说 来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我们先做预备 对不对 那等待电恢复而已 厂商能够这样子吗 那个半导体能够跳一秒钟 那整个半成品全部毁掉 它一定要不断电 冷冻食品 那个一秒钟全部挂掉 那全部挂掉 不可以 他们一定要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才是 对 叫做除能不断电 除能不断电是 其实是相配的 可是他有个概念 不断电是什么东西 就像我们那笔电有个电子 不断的通过 他能够在毫秒 零点零五二秒之内 发现电压不对 赶快接手上来 不会让你断掉 可是他撑的时间 只能撑一段时间 譬如撑一个小时 然后你的除能就赶快 除好的能就赶快发电 然后可能撑两个小时 等待台电 等到台电的电过来 所以说台积电 自己本身有发电器 我告诉各位 今天你看 现在你看华城涨那么多了 这个都反映到明年 明年去了 这个大雅 为什么 最近为什么涨 因为大雅有除能 还有跟绿营的关系 他在台南 绿姐 对 他也有除能关系 好 今天华融是什么 这个我以前来讲过 我做华融 对 他跟第一同 他有投资第一同 他这个地方也是电 也是被带动起来 今天有一张股票 非常有趣 涨了第五天 前面都涨一百 叫做九鼎 做什么 智慧电表 智慧电表跟什么东西 跟微电网有关系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 雅力为什么会抢 雅力为什么 之前这一波会抢 因为它是台积电的 不断电的什么 工艺上 的一个 不是 它是做不断电设备的基电 做基电 对 做基电的 好 那做基电都能够涨 那台积电的不断电 要不要涨 然后如果说这个不断电 又是全台湾 那个不断电龙头的 这个原始大幅 然后现在竟然还有 殖利率5%的 来看一下这大公司 就是3015的全汉 我们看下面一张 所以它是台积电 不断电的供应商 我们看 我们看3015来 你看它 有没有大幅度的喷出 还没有 还是很强 还是很稳健的 再往上走 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张 看全汉 我来告诉各位 全汉的 给大家看一下全汉的图 你看 这是全汉的不断电 它的官网 其实它官网资料非常整齐 你刚才讲 我只简单讲 你包括从小同居家 包括云端资料中心 连边缘 然后Edge Computing 这个边缘运算 公共工程 什么伺服器 应应俱全自然 来 这张图最重要 最重要 来 各位 台积电的御用的 不断电设备 叫做除银 除银 除银它本身有两个大股东 一个叫加币企 一个叫做全汉 那还有一个 好像也是技嘉 全汉本身是 这个除银的大股东 加币企是他股东 全汉又是加币企的大股东 它有加币企一万张 大家记不记得 加币企最近飙涨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图 它最近飙涨 因为它打进去GB200 它说它打进去GB200 它有1万张 1万张的加币企 然后我们台湾的 不断电股 叫做续准 你知道这个股价多少吗 1600块 大家都可能不知道 那它本身是 它的原始股东 它首张竟然还有 3345张 我们看下面一张 全汉技师加币企 也是续准 也是除银 所以它是 这三家公司的股东 对 它本身就是除银的股东 它又是加币企 懂了 又有1万张 它又是它的原始股东 对 因为它是做 它等于说 它是有品牌的 那我们往下来看 好 那为什么 你看你看加币企 说什么打进去 那个GB200 大涨来到170几块 它的成本 那个全汉 是它的成本相当的低 这个最值得一提 它是它的原始股东 原始股东成本 几乎跨离 1800块 1600块 那代表什么 你随便卖个10张 就是1600万 1800万 你卖个50张 就是1亿多 2亿的进账 它手上的三千多 它只要缺少EPS之后 它就卖个几十张 就可以贯助EPS 重点是什么 它是除能不断电 智能微电网 边缘运算 这我刚才说过 去年它很大方 它每年 它赚3块2 它配给你3块2 就它的殖利率 到现在竟然还有5%以上 人家禁止还有76 股价现在才在多少 才5 6字头 它拥有加币级1万张 还有这个续准的 3300多张 我认为又是台积电的 Truwin的这个大股东 我认为是 这个才是真正不可或缺 才是厂商自救 最需要的设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